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到处生命冷暖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今年是中共见证70周年 北京要搞据称是历史规模最大的阅兵 一边号召全国人民吃草 一边是最大规模 你看出来 阅兵的本质是什么 那就是出钱的老百姓出不了门 抢钱的都站在城门楼子上抢镜头 中央电视台正在回顾70年来 它那个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怎么样 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 咱们这也没有央视那么大规模那么大的制作团队 也就一张嘴 在这里巴拉巴拉 你要问 你这样能有劲吗 能有央视那个力度吗 我觉得呀 有 不是江峰有多大力气 是因为说实话 说真话 就这一个真字 就能让所有的谎言发抖 咱们先说一个花絮 这阅兵的时候啊 领导说 同志们好 大伙喊 首长好 就这个对白呀 不是一贯这样的 本来说这个中共是十年一大庆 五年一小庆嘛 文革之前的是喊万岁的 76年毛泽东死了 你再喊万岁 你不就笑话人家了嘛 所以要改 79年你按照那个算法 本来是十周年大庆的 对不对 没机会改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年没有阅兵 虽然党史记载说当时是胡耀邦提出来说 阅兵太劳民伤财了 不能搞了 实际上是毛泽东之后中共党内群龙无首 谁能上敞摩车去阅兵家 那谁就意味着能掌控军队 大家都不让 干脆79年不阅兵了 到了1984年 邓小平确认了绝对权力 被小庆改成大庆阅兵 就这一次不喊万岁了 你中国 你想到中共自己也被个人崇拜搞苦了 也不敢万岁了嘛 对吧 不像什么主席、总理、老总啊 那些称呼都是给特定的中共第一代党魁的 在历届政治斗争中 这些个主席、总理、老总也被整得七婚八素的 所以用这些称呼也不吉利 所以怎么办呢 改称呼 第一代领导人也是属于这一波的 邓小平是从战争年代到他掌权 一直被称作首长 于是中办就这么商量了 邓小平最后点头 因此改成了问候式的对话 同志们好、首长好 这么来的 当然了 2017年阅兵又改成了同志们好、主席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退休的几届领袖都统一称作首长 这没有办法突出习近平的党内一哥的位置了 那就改 改成主席好 你看 就这个称呼 都充满了中共的斗争需要的意味 阅兵的第二句口号是什么 同志们辛苦了 回答是为人民服务 对吧 不对 你听着呢 不对 我跟你说 你仔细再听听 你去问问那个阅兵部队的官兵是怎样喊这个口号的 因为这个服务两个字 这发音都是往里走 服 往里吞 那个呜呜喊起来跟狼叫一样 是吧 不好听也没有气势 所以呢 在阅兵部队训练的时候呢 服务发音要改 改成啥呢 服那个F音 服改成哈的音 然后不闭嘴 把那个服务的物字那个W给去掉 读音就变成了呼嗷 就这么来的 为人民呼嗷 有气派 为人民呼嗷 不是服务人民了 呼嗷就是糊弄人民了 再仔细一听啊 这70年呢 你想 他不都是这么糊弄过来的吗 听得多气派 为人民呼嗷 一次一次的呼嗷人民 那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前十年 就是1949年到1959年 他们是怎么呼弄人民的 怎么折腾人民的 1949年8月 刘少奇从苏联会见斯大林回来 斯大林表示说呀 这个 敌人可能利用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扰 说这是敌人最毒辣的一招 不能不防 中共中央一听 哎哟 是啊 你看看 这咱们得小心啊 不管当时是中国南方吧 西南西北呀 还都没占领呢 马上下决心 赶快建国 这仓促之中啊 有两个误区 后来呀 这个历史记录和咱们今天的这个所谓常识 有那么两个误区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10月1号建立的 而是9月21号 在中南海怀仁堂政治协商会议上 在那个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外面还放了这54响礼炮 咚咚 让中南海的乌鸦圈给震跑了 当时这54响代表的是54个民族 后来又添了两个 现在说是56个 当年放了54响礼炮 当年采访这次会议的老记者叫纪音 他回忆说 令人惊叹的是 会场外竟然下起了 龐陀大雨 时间雷声隆隆 电光闪烁 暴雨如注 你想 这秋高气爽的北京 如何得来暴雨雷电交加呀 咱们知道这个在北京生活的 9月份可能会有点小雨 一场秋雨 一场寒嘛 这暴雨如何得来呀 可是上天的一份哀叹 是一首哀歌的开场曲吗 10月1号这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 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大家都记得它那个湖南口音 怎样人民政府已经成立了 它是重要人民政府 这是第一个误区 第二大误区是什么 就是毛泽东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他不是在天安门上喊的 是在中南海里面就那个大屋子里喊的 所以呀 10月1号不是真正的国庆 而是执政党的政府的庆典 而站起来的主要呢 主要是中南海的一屋子里的人 不是人民 不过话说回来了 就那一屋子里的人 党内党外的 后来又有几个人 能一直站着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中国的西南部分还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1949年11月 中华民国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 亲自登门拜访了南开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家 也是带领中国走入奥运会的体育运动家 张柏林先生 请他一起前往台湾 张柏林谢绝了 因为当时张柏林已经收到了南开校友周恩来的来信 保证 张柏林在新中国仍然可以受到尊重并得到良好的待遇 蒋介石九劝无果呀 留下最后一句话 柏林兄 重庆 冬天冷 让他们添个炉子吧 紧接着对随行的蒋经国说 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 他什么时候想走 都行 但是张柏林并没有得到周恩来承诺的待遇 1950年南开中学校庆的时候 这个学校中学也是张柏林创建的 结果呢 他不被允许进入学校 而南开大学校庆的时候同样是 创办人的张柏林只是被安排在普通来宾的位子上 1951年 张柏林在郁闷当中去世了 他的家中四个孩子 他的小儿子当年跟众多的民国的名门望族的儿子一样 报效中国参加了中华民国空军在抗战中牺牲 殉国了 剩下的三个子女在后来的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全家 比张柏林幸运的是平民教育家印阳初 他在1949年他离开了中国大陆 但是他的子女不听他的 要回到中国 在美国的艳阳初对他们说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以后啊 估计往国外写信有些话也不方便写 你们以后呢 每年拍一张全家的照片寄给我 如果你们过得好呢 就坐着拍 如果过得不好 就站着拍 结果只有第一年的照片是坐着拍的 以后的照片 都站着了 这就是大江大海的1949年 有的人走了 有的人留下来了 一念之间这一辈子就这么定下来了 1950年了 下半年 曾经帮助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的美国人 突然变成了敌人 大街上流行的歌曲是 熊啾啾气昂昂跨国鸭鲁江 还有那个什么 黑啦啦啦黑啦啦 天空出彩香呀 低伤开红花呀 就这个歌 城乡年轻人带着大红花上朝鲜 因为都被告知说美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了 保家卫国 直到今天你翻遍美国的档案 你也找不到当年美国要侵略中国的计划 麦克阿瑟将军 因为不满这个美国政府定下来的 有限战争的这个美国的战争策略 还被杜鲁门给解职了 这战争打了三年 中国军队伤亡上百万人 这个数字 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 但是从苏联和美国那边得到的数字 都是这样的 跟美国人后来是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 作家为威写了一篇叫做《谁是最可爱的人》 那这文章后来收在全国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嘛 直到八十年代呀 整整为两代人洗了脑 我们那一代人就只知道美帝国主义凶残 知道志愿军战士可爱 就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仗怎么打起来的 没说过 不知道 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 迷一样的 板门店的停战纪念碑上只有谁呀 只有金太呀 金日成的雄才大略 只字未提中国军人的付出 而中国军人用生命保卫的换来的 却是一个仇恨和利用中国的金家王朝 而那个撒满了志愿军鲜血的国家 现在呢 你看看地图 谷歌 夜晚不见灯光的那块土地 远离现代文明的最黑暗的一块土地 北朝鲜 你想 朝鲜人民内心中是爱你呢 还是恨你呢 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战争后期 美军的战俘营中有一个美军的华人翻译 默默地记下了美军和国军策反的中国军人 这些人回到中国后都被一一处死 那可不 你想 就是好好的 你做一个战俘回到中国 都没有好下场啊 那这个名叫金无怠的翻译回到美国后 进入CIA 就是中情局工作 差点后来还当上了美国中情局的副局长 30多年间谍生涯 他向中共最高领导人提供了包括越战 中美建交在内的重大战略情报 可是中共的大功臣呢 结果到了1985年11月东窗事发 金无怠被捕 这金无怠被捕之后 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坚决否认 金无怠是中共间谍 不认他 绝望的金无怠在监狱中自杀 而美国呢 这个曾经帮助中国建立了无数的 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遍布在中国所有一线城市 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 培养了中国近现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国家美国 被彻底丑化 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 1952年 1月 中共开始了三反五反 那些当年起义的国军官兵 看着这个中共发的告示 这个不杀他们的留下来的 还有旧政府的官员 还有辛亥革命的元老 还有这个构成了中国社会数千年以来 稳定社会最底层的可以起到教化百姓 起码是知书达礼吧 这些乡绅阶层被杀了一个金光 死者的家属还被要求花钱买子弹 用那些子弹来枪决他们的亲人 把人性 一点点的从被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上拿走 1953年 中共颁布了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建立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 加上后来叫粮食定量分配吧 中国社会就开始了长期用 粮票布票 粮油平票证供应的制度 这事一直到了80年代啊 在小饭店 但是小饭店都是国营的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吃完饭吃完了喊一嗓的服务员买单 那个时候不是 那个时候得先交钱 再吃饭 那时候来吃饭的态度都很好 饭店的服务员脸拉的老长的 吃饭 同志 我来一碗馄饨 一个芝麻饼 一碗馄饨 这个一毛衣 烧饼七分钱 二两粮票 同志 我这个是山西粮票 没全国粮票 您看能不能 不行 地方粮票哪行啊 当时到外地出差 没全国粮票啊 你有钱呢 都不卖给你 恶度的 粮票布票这些票证伴随了中国人将近40年 一直到90年代才逐渐的退出百姓的生活 进入收藏品市场 粮票布票这些票证加上城市户口 把中国人分成了两个等级 城市居民和农民 也不知不觉中啊 人民就开始习惯接受了一个认识 那就是 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好生活哪有饭吃啊 为什么 因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开始牢牢的控制在党的手中 政权手中 哪怕中共自己的什么老革命 还有社会上的精英也怕呀 你站错的立场就算没有被杀被关 那你家里人的吃饭不也是个问题吗 1954年5月13号 人民日报公布胡锋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 开始运动了 9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台湾 拜访蒋介石会谈中美的有关问题 就在这个月 中共开始炮击金门 就是九三炮战 同时还有一件大事情发生那一年 那就是公私合营开始了 还记得刚才咱们说的吧 那个中南海的风雨交加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吗 那一屋子里其实有好多的 大资本家和大资本家的代言人呢 当时中共承诺说 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保护私有财产 毛泽东说允许资本主义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那还是有不少人心里打鼓呀 说毛主席说了长时间存在 多长时间算是这个相当长时间呢 你知道这个搞企业的人呢 他不是资本运营吗 他要算这个投资回报期的 你不能碰拍脑袋做决策吧 对吧 毛泽东后来说了 二十年不变 二十年后看情况转入社会主义 所以你看后来什么五十年不变 这灵感呢 还都这来的 结果呢 朝鲜战争 算是用人海战术来跟美国人打 对吧 你看他连冬天的棉袄都供应不上 冻死了好多的志愿军的年轻人 就这样 国家也给打穷了 不给他棉袄穿 国家也打穷 底子太薄了 只要政府没钱了怎么办呢 公私合营 扔掉承诺 什么二十年不变 什么政治协商会议的国策 开始抢夺私有财产 他不是就这么粗鲁的去抢啊 他还要什么 无损资本家的名誉 什么给抗美援朝的士兵用假药 这个什么包扎伤口的都是烂棉花 这让老百姓义愤填膺啊 于是在人民被煽动起来的愤怒当中 很轻松的把资本家的财产拿过来了 谁还会记得中共的背信弃义呢 于是上海就出现了资本家的自杀潮 就是这个陈毅口中说的 今天又有多少恐将部队呀 就说那些从楼上跳下来的 民族资本家和企业家 1955年10月8号 这一天有一位人物坐上了美国总统 轮船公司的克里夫兰总统号 他的名字叫钱学森 到达香港后 他折返中国 这个曾经被美国政府信任去审查 美国的科学家是不是苏联间谍的 这么一个中国人啊 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呢 因为说不清楚 他当年跟周恩来过有过地下联系 怎么办呢 被发现了 被逮捕了 说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是还是不是呢 搞不清楚了 中共后来是用朝鲜战争中 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呢 把他给交换回来了 美国人把他称为是火箭领域的最优秀的天才 把他交给了中共 第二年 同一天 中国的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 叫做国防部第五研究所正式成立了 代号是0038部队 钱学森任岳长 开始了与美国核武器抗衡的时代 1957年了 有这么一个传说 当时盛行起来说 黄河清圣人初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说法呀 那么一些所谓叫政治科研工作者吧 说服了这个毛泽东 开始修建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从此 历史上最复数的关中平原 这是养育中华民族文化正统的地方呀 开始水患不断了 而且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什么 默默的开始了一个科研工作服务于政治需求的时代 追求真相的科学精神变成了追求领导赏识的风情 6月8号 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 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标志着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开始 这个反右运动荒唐到什么程度 按照比例选出右派 这思想偏左偏右还能有个比例 陕西当时有一个师范学院 按照比例要求说要找出三个右派 两个人因为家庭富裕定成了右派了 第三个人找不出来呀 当时开会时间长 大家都熬着 谁都不说话 就后来有一位老师憋不住的 上个厕所 回来厕所一看 已经被大家选为右派了 在后来的运动中多次被疲动 被华为右派的呀 还有一批从海外归国的华侨 这是非常大的一批人群 有一位叫做黄宇川的先生是其中一位 黄宇川先生他是毕业于纽约大学经济系的 50年代初 中共一宣传满怀重建苦难中国的壮志 回到北京 当上了一名中国话报的一个摄影记者 回到北京和我生俩孩子 儿子叫黄晶 女儿叫黄雀 什么意思呢 回到祖国高兴喜悦呀 雀跃的心情嘛 但是后来没多久啊 反正又开始被打成右派了 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没死 三年后回来了 他的很多的这个 一起的右派就长眠在北大荒了 这个黄宇川就暗自下了决心了 不能让这两孩子跟着他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生活 于是后来想办法的移居香港 后来就辗转来到了美国旧金山 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由于自身经历的苦难 黄宇川先生感到 中国人需要民主知识的教育 于是在1985年 与朋友一起创立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后来开始是每年举行一次评选 杰出民主人士的活动 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1995年 黄宇川先生发起在旧金山花园角树立 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的青铜复制品 这是海外第一个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 如今每年六四前夕 旧金山湾区的一些民众都会自发组织起来去清洗 民主女神像来纪念六四受难者 所以我们看到啊 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都在犬如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继续着在沉默中沉思 也有的在不断的勇敢的发出清晰的声音 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说除四害 全国就开始打麻雀了 中小学生开学的时候要缴纳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 否则呢 你还不能来上课 紧接着中共开展了全民大链钢铁运动 连苏联都放弃了的人民公社 在中共的领导下成立了 各地开始放卫星 虚报粮食产量 这当年搞火箭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 论证了粮食亩产万精是可行的 人民日报在整个1958年下半年 不断的报道各地粮食冠军 湖北的最早湖北亩产4000斤 后来就河南的7000多斤 最后跑来跑去跑到湖北 又亩产过万斤了 2010年 乒乓名将邓亚平出任人民日报 投资20亿的叫极客搜索引擎的总裁 邓总裁到北京邮电大学演讲 面对众多的90后 言之早早 振振有词 留下了一句惊人之言 人民日报自创刊62年以来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 话音未落 四年不到邓亚平20亿投资全部败光了 即刻搜索变成了即刻关门 正如邓亚平的前辈校友徐志摩说的 轻轻的 我走了 不留一片云彩 不见了 人民日报创刊62年以来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 这样的声音就跟阅兵 为人民糊弄啊 这样的喊声一样 70年了 一直是喊声洪亮 但是人民呢 可就遭殃了 1959年 就在北京举行10周年阅兵的时候 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 完全人为造成的全国性大饥荒开始爆发了 中共建政第一个十年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我是江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 然后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